大家好,我是你们的好朋友,切游医生 今天我们聊一个话题,就是新冠对我们人类健康的一个整体影响 时至今日,新冠疫情仍未完全平息 那么一些新冠感染患者在病遇后 数个甚至数十个月仍然存在疲劳,呼吸困难,肌肉关节酸痛等相关的一些症状,并发症 那么新冠对人类健康还有哪些可能的伤害呢? 那我们来看一些数据 2024年3月11日,由医学顶刊李月刀发表了一篇 题为《1950年到2021年全球204个国家和地区 以及811个4国家地区的年龄和性别特定死亡率 预期寿命和人口估计,以及新冠病毒大流行的影响 首次证实新冠病毒使全球人类平均寿命缩短了1.6年 好,继续看 在这次的大流行期间,84%的国家和地区的预期寿命下降了 表明了新冠病毒病原体破坏性的潜在影响 那么根据研究统计,2020年到2021年期间 全球因新冠大流行而造成的超额死亡人数达到了1586万人 这个是很沉痛的一个数据 那么数据显示与2019年相比,2020年到2021年 全球15岁以上男性人群的标准化全死亡率上升了21.1% 全球性增长的超额死亡率使人类预期寿命呢 由2019年的73.4%降低至2021年的71.8岁 人类的平均寿命下降了1.6年 2023年1月,那么Nature Reviews Microbiology 发文,这个发表中邦研究 全球至少10%的新冠感染患者 他会有长新冠 其中新冠住院患者,长新冠的发病率呢 在50.7% 未住院的病例,长新冠的发病率在10%到30% 而在另外一个期刊Nature Communication上 也发表了一项研究 长新冠的罹患率竟然高达62% 当然指的是重症的新冠患者 短短十几年的时间 我们人类就经历了禽流感 非电、新冠等等一系列的一些病毒 这个矽精的灾害 人类与病毒、微生物之间的战争是不会结束的 这个是肯定的 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 就是兼职健康的生活方式 相信医学、相信科学 积极地进行体育锻炼 那么增强我们自身的体制和抵抗能力 以应对可能的明天和未来 当然也希望所有的人都能够幸福、快乐、健康、平安 也欢迎大家关注《奇遇生共化健康》 我们明天再见